庞德抬衬战关羽,庞德心想,现在是我报答魏王曹操之与之恩的时候到了,也是我庞令明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,来到两军阵前,他们的大棺材往前这么一推,随后催马到了关羽的跟前了,把大刀往手中这么一横。 他打量了打量关羽,不由的庞德呀,也暗暗吃了一惊啊,感情这关羽关羽长是这么威风的一员大将啊,嗨,庞德想管他这么威风呢,今天我就和你一死相拼了。 关羽也正在打领庞德,看庞德跳下马来站在那身高在八尺开外,生的是虎背熊腰,这张脸呢,面似冬瓜皮,清须须绿皮的,长得一双花脚眉啊, 庞德那眉毛都一个圈,一个圈,一圈一圈,那是邪入天葬。 这双眼睛生着怪,黑眼珠,黄叫叫白眼珠,清须须,那叫金睛叠抱,而且这俩眼珠的望外拦拦着,尸鼻阔口,两耳山风,头上没盔,身上没甲,脑袋上缠那块白布。 上身穿着一件笑衣,下身是大红丑的滚裤,脚下一双五彩虎头战靴,胯下轻松兽,手里提着和善板门刀。 哦,关公心想这家伙够凶的啊,两个人也得搭话呀,不搭话怎么打呀? 这庞德呀,还是真痛快,直截了当。 你可是关羽关云长。 关公冷笑了一声,既知你家君侯在此,怎敢前来领兵,结藩城之威? 你解得了吗? 知道我在这儿你还来? 庞德一咧嘴,心说这说话真有分量啊,字字千金重,是知地都有生啊。 要往地下这么一扔都得咔嚓一下子,你听这口气多大呀,哈哈,关云长,你来看。 他一指那棺材,他又打凉了打凉关公,又端性了端性那棺材。 他仅在咱们一学嘛呀,差点把关公给气乐了。 关公已经知道他这来意了,他是拼命来的。 干嘛看完了我看棺材,哦,看看那尺寸合适不合适,是这意思,庞德把胸膛忘起这么一挺。 关羽,我奉魏王旨意前来取你的人头,你要是知趣者,赶快下马归顺,我就把你往棺材一装。 呼,关公这么一听真厉害,带着气就给庄里呀。 关公明白他这意思,这意思是让自己赶快投降于他,要不想,那就真给庄里了。 你说关公能不乐吗? 这个娃娃,你的口气这么大,你有什么本领? 你的旧主马超,在你家军侯面前,他敢不敢如此犯刺? 你简直不像话。 庞德一心,呵,你又拿出这西川五湖大将之手的这派头来了。 现在我不听你那个了,撒马过来吧。 二将说着的打刀,望起这么一举,刚这么一举刀,只听半空中咔啦,一声霹雷。 云声东南,是武武掌西伟,天功助威啊,眼看天要下雨了。 二将就打起来了,关公真想十几个回合取庞德与马下。 庞德也想用不了十几个回合就能把关公捉住,二位都是这种心气。 可是呢,谁也没把谁拿下马来。 哭,这两匹马怎么一撒花啊,马刺蛟龙,人如猛虎,就打到一处了。 两旁边战鼓七摧,后来听不见战鼓声了。 什么原因呢?让雷声给压下去了。 撤,你倒立闪,随着那道闪光,哇,大雨像漂泊一样,就下来了。 你说这两边的军校啊,就忘了雷声了,忘了闪光了,忘了那大雨把自己身上都焦透了。 怎么回事,眼睛都看呆了,看泥了,看直了。 看关公与庞德这场恶战,净净八九十个回合,就没分出胜复来。 而且二将越战越勇,是精神倍增啊。 跟开始打的时候一样,两边关阵的那裸镇关的冷汗都下来了,现在也分不出是汗水还是雨水了,顺着脸往下躺啊。 这曹军镇下的董恒,董超这么一看,两个人互相使得了眼色,那意思是不能再打了。 再打下去时间一长啊,恐怕庞德绝非是关公的对手。 好,干脆明金收军吧,喝几十面铜锣一块敲啊,几十面啊,一两面敲白敲啊,让雷宇生给压住了,根本阵声就听不见。 庞德杀得正在兴起之际,呼听阵声罗响,哎呀哈哈哈哈,嘿嘿,庞德心想啊, 回去,我就把这董恒,董超杀了我,我不是告诉过你们吗,在我没取胜之先,千万不要鸣金,只许打鼓,怎么又筛罗啊? 气得庞德,只得把马勒住,此时关公站上的罗声也响了,感情关平啊,内心都低了得嗓子眼儿了。 可怕,可怕关平紧张坏了,父亲那么大年纪,怎么说,怎么说也是五十开外的人了,万一烧一失神可怎么办呢? 不用说失神啊,就是拿赤铜马在镇上插拉一下,就马失个前提,就有不堪设想的危险了。 官平早就要传令明金啊,听曹军镇上罗声响,太好了,这儿也赶快筛罗。 嘿,官公看了看庞德呀,庞德瞅了一眼关羽,二位愤愤然勉强收兵。 各自把人马带回去了,庞德一回到大营是暴跳如雷呀,把脚剁的是啪唧啪唧山响,怎么剁脚啪唧啪唧,靴筒里都是水啊。 这帐里头这些军校啊,都差点乐喽,怎么,谁说您瞧咱们先锋关这模样,都成落汤鸡了,可这些军校这下也够惨呗,一个个浑身上下都湿得呱哒呱哒的。 谁说您还跟我们伙的呢?你别看庞德,吹胡子瞪眼着急啊,他真生气,他那俩副将啊,董衡董超啊,乐呵呵的过来。 哈,庞县坊,是我们让筛的炉岂有此理,你们怎么单单这时候筛炉啊,再有十几个回合,我就能取了关公的人头啊。 这俩瞅着庞德不说话,庞德一看你们看我干什么? 哈,庞县坊,咱们说点实在的,您啊,要报答魏王之欲之恩,您来解凡城之为。 要想制服关羽,这我们都佩服。 我们怎么说要说点实在的呢? 您再有十个回合,您再有三十个回合,能不能取一些关羽来? 他这个,嗯,庞德一听有点泄气了。 再有三十个回合,也说不定,哎,这不得了嘛,我们是怕您有失散啊,庞县坊,您又没顶亏没冠甲。 万一您招了粮怎么办呢? 在这说也不一定一个阵仗就能取下关羽。 您慢慢跟他打吧,招什么急啊? 我们这名罗不好吗? 如果说我们无故鸣进触犯军法,那您就帮我们斩了吧。 两人把头都低下了,庞德没得说了,人家这是一番好意,我庞德不能什么都不懂,我叫先锋官呐,他过来拉住两个副将的手。 呵呵,二位是一番好意,我非常感谢,不过这明金之声以后啊,还是少有微价,别再敲了。 说实在的,二位将军,人言官与英勇,我庞德不信,今日阵前一见, 官云长,名副其实,真乃是当今一员虎将业。 庞德啊,有点腐了,啊天,不行,快换衣裳吧,要感冒,不说庞德大营里的事了,再说官与官云长。 二军侯收兵回去之后赶快换衣服,然后坐着大仗休息。 官公坐在那儿是不住的垫头啊,官平赶忙过来,父亲,您在想什么? 嗯,我儿哪里知道,这庞德庞令明确实是出生牛犊啊,此将十分危害,是我的敌手。 感情啊,官公也挺佩服庞德。 官平这么一听,父亲您说的对啊,我看庞德确实是出生牛犊不怕虎,我真为您担心。 担心什么,呃,凭您万金之躯,去侵占一无名小卒,我总叫着不值得。 就是您把庞德杀了,又能怎么样? 父亲掌握无数有名的上将,杀个庞德算得了什么呢? 万一您要是一时疏忽大意呢,孩儿我简直不敢想下去了。 怎么呢? 意思就是说您要让庞德把您伤了哦,您说这得多冤枉,多委屈啊。 可是官平没这么说。 父亲您啊,得好好想一想,父亲一旦振钱有失,您可辜负了伯父汉中王的重托呀。 哎,这句话打动了官宇。 官宇点了点头,我儿说的也是啊。 不过,我想汲取庞德,然后好进兵凡城,捉鱼进,灭曹人,兵进许都。 呵,干清官宇,官云长,二军侯有这么大的雄心啊,那当然了。 这次官宇从荆州出兵时奉令去凡城啊,去了凡城,捉了曹人, 好震慑住江东,所以官宇这战打得特别冲啊。 另外,官宇还有些话,没跟儿子官平说呀。 什么话呀? 感情官宇啊,按现代的语言讲,他正在执行着诸葛亮龙中队的整个战略方针。 龙中队诸葛亮不是跟刘备说过吗? 说曹操当时统一了北方,势力非常大,根本取不了他。 江东呢,孙权凭借长江之险,已经是历经三世了。 也不好取,只有啊,东河孙权,北剧曹操,咱们以荆州为跳板,然后取过来西川,在德国汉中。 真要到了那天,您呢,就可以派一员大将,出兵荆州兵取洛阳进许昌。 主公林呢,可以带人马杀出西川,灭曹操成其霸业。 这一员大将是谁啊?就是我关羽、关云长。 这话没法跟关平说。 关羽看关平还是个小孩呢,你都不懂,退下去吧。 关羽准备明天要和庞德死战了。 庞德呢,也在中军大帐里边是擦拳摩掌啊,他又立下誓言了,说明天我必须生心关羽。 就在这时候,有人来报,说是主将于晋来到大营。 哎呦,庞德赶忙把于晋给接进了中军帐。 于晋干什么来了? 于晋听说了,说他这位先锋官庞德居然在阵前跟关公打了一百回合,没分胜负。 哎呦,于晋简直像听神话似的这么听,就你庞德庞令明,能在关云长跟前走百事回合。 啊,现在我家魏王价钱的这些武将啊,挑不出几个来。 于晋简直是半信半疑啊,不行,我得去看看去。 要这么个战法,说不定,这庞德真能把功力了,他要把功力了,我这七军主帅往哪摆啊? 啊,我是魏王指名点将派的,庞德啊,是自己讨的先锋印。 我看看去吧,他为这个事来的,庞德也得制酒款待啊,按现在话说得向这于晋汇报啊。 说我在镇上怎么站的官平,又怎么站的官宇,官宇确实应用。 哼哼,于晋冷笑一声,令明啊,你可得多加小心啊,官宇可不是其他大将可比啊,那是西川刘备手下五虎将之一啊。 你还年轻哦,你不知道官宇,我可没少跟他打交道,他在我们曹营住过十二年,咱魏王啊,待官宇就甭提说多好了。 啊,上马金下马银啊,三日小宴,五日大宴,想把官宇留住都没留住他呀。 那官云常为了大义,他是才会不动其心,美色不宜其智,一心归留,不是二主啊。 此人文武双全,智勇超人啊,他夜读春秋是饼竹杂弹,文才特别好,不但这个人本领高强,文才好,他身边还有两件宝贝呢。 红,庞德眼睛直了,呼,于晋说的是有声有色,一口酒一口菜,越说他情绪越高涨。 庞德就问了,我说于晋将军,这官宫有两件什么宝贝? 嘿嘿,于晋把嘴撇,领明,你看,你不知道了不是,他第一宝是青龙燕月刀, 第二宝是赤图胭之马呀,那匹赤图胭之马,当年有一个吕布吕凤仙,那是吕布的马,此马日行一切,夜走八百,到海里就能成龙,站在山头上,比老虎厉害。 这匹马跟火炭一样,浑身上下一颗,杂宝没有,咱那战马比人家差远了,那是吕布的马。 哎,领明,你没见过吕布,人中吕布,马中赤兔啊,后来吕布死了,这马让咱们魏王千岁得着了,咱魏王为了笼络关羽的心,就把这匹马赠给关羽了。 那是匹宝马呀,还有那口刀,青龙燕月刀啊,不是那个刀面子上站着两条青龙就完了,怎么叫燕月? 古文字仰面倒着为燕啊,你在镇前看没看见,关公身后有一个扛大刀的,那人叫周苍。 我听说此人两膀一晃有千金之力啊,在周苍之前啊,给关公扛刀的是两个大力武士啊,后来换了周苍了,别人扛不动。 另外,扛关公那刀啊,跟别人的刀不一样,你没看他那青龙刀扛着从刀刃朝天吗?那怎么回事啊? 因为他叫燕月刀啊,这个古字仰面倒着为燕,所以他这口刀出奇,你再看关公,一般他那两个眼睛总是合着,微合凤幕。 那他是看春秋看的,总爱蜜蜂的眼睛,他可别睁眼,睁眼就要杀人啊,只要他一睁眼,周苍立刻把那大刀就递给他。 灵灵啊,你哪知道,当初关羽温酒斩过华雄,在十八路诸侯发董灼的时候,那酒还没等凉呢,关公出的镇前,就把华雄的手机提进来了。 灵灵,你,我,咱们,赞关羽,哎,字儿,于尽这杯酒又下去了,庞德差点摆桌子粥了,也就你是主帅一辙了,换别人,庞德早就蹦起来了,怎么回事,开始啊,于尽这么一说,庞德还真喜耳敬听,他想听着这关羽到底怎么回事。 因为自己呢,在西凉跟随着马超,光听说这个人的名字,确实说这个关羽了不起,但是他也没见过,也不知道关羽有这么多的故事啊,开始听于尽说他听得津津有味,后来他仔细这么一扎么滋味,心说你是七军主帅,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,这简直是大掌关羽的威风,灭我们的锐气。 我说的呢,曹仁守着这樊城,一个劲的给魏王写告急文书,真可惜啊,可惜,你于尽曹仁都是魏王千岁架下的大将,你们怕关羽怕的这呀。 哎呀,这庞德呀,脑袋上的青筋都蹦起来了。 于尽笑了,他笑什么呢?于尽呢,误会了,他以为自己这番话,就把这庞德庞令明给吓住了。 领明,你也不必为难,虽然你在魏王跟前说了那些话,也不要紧,实在取不下关羽了呀,你就挂两篇免战牌吧。 哎呀,啪,气得庞德把那酒杯万伪多得成一吨吨了个大坑啊。 于尽将军,此言差矣,我要是不取关羽的头,我是绝不回令。 呵,于尽一瞧,和着我说了半天,白说了,哦,他压根就没服,你想什么时候再战关羽,明日一早。 于尽一想的好吧,我也不回去了,怎么办,我给你镇前关镇。 哼,庞德点头啊,既然有于将军给我关镇,那我必胜关云长。 第二天刚吃完早战饭,探马来报,关于讨战,赢敌。 哼,这庞德抄刀就上了马了,上马之前,他跟董超在那嘀咕两句。 于尽就问董超,庞德跟你说什么呀? 启兵大将军,他说今天在两军阵前,不许戴铜锣。 于尽一听,这是什么意思? 因为庞德将军呢,他烦恶着明金,一明金就撤队。 他说他每次都正要取胜,这人就筛锣,他很不高兴。 所以今儿他不让戴了,于尽一听,岂有此理,两军阵前哪有不戴锣的呀? 文谷必进,文金必退,别说他庞德庞令明,不管什么样的大将,也得戴上金谷。 不行,得戴罗,戴吧,等两阵队员的时候,庞德就杀过去了。 于尽勒马于阵前替庞德捏这把冷汗呢? 心说这个家伙真是一个无知之辈,你怎么敢跟关羽打呢? 就这叶眨眼的功夫啊,庞德和关公又战了四十几个回合呀。 战这四十几个回合,没分胜负,忽然间庞德心生一计,打着打着他一拨马,拖刀就败。 嗯?关公一愣?这什么意思?他的刀法没乱呢?这庞德的刀法很纯熟啊,作为一员偏将,会这么高的武艺的还真不太多呢。 关公啊,还挺佩服这庞德,一看今天他突然一败,哦,关公明白了,他要使脱刀剂。 关羽笑了,笑什么?你这可真是在孔夫子的面前卖三字经啊。 我使脱刀剂使了大半辈子,杀过无数名将,今天你这不是搬门弄斧吗? 哪里走?关羽催赤图马就追上来,可把关镇的关平给吓坏了。 关平心说父亲不能追啊,怎么庞德没输给你,他一定有什么诡诈,这怎么能追赶他呢? 关平不放心,追马从后边就上来了,他是暗中想保护父亲。 这时只见庞德插一抬腿,在咬宁环德胜沟嘎当的一下被大刀挂上了,伸手摘弓插,把剑就搭上。 这时关平在后边大喊一声,逆贼庞德,休想暗剑伤人。 他这是提醒父亲关羽,您注意,人家要拿剑射你。 关羽看见了,关羽看见了,根本没往心里去。 怎么呢?庞德会什么剑法?我战长沙观黄对刀的时候,我会过黄中黄汉生啊,那是当代有名的养游鸡神剑黄中,都没能射得了你家君侯。 你娃娃庞德这剑能怎么样?就这时只见庞德在马上啪一抹身,抬手啷啷。 公贤就响了,关羽啊,往旁边怎么一闪身?嗯? 关羽一愣,怎么?没有剑。 哦,他这是虚晃一招。 就在这一瞬间,我说的慢当时的事情太快了。 这庞德好厉害,他晃一剑之后,这才扯动弓弦。 关羽再躲闪,来不及了。 这一剑郑重关羽的左背,二军侯在安桥上的身子这么一晃,是险西落马呀。 关羽从后边上来,扶着父亲往下就拜,乐得庞德差点从马上掉下来。 嘿嘿,心说关羽又,你也有今天哪。 他赶忙把弓夸,望起这么一逛,就把大刀摘下来。 他催马就追啊。 关阵的于晋急了。 于晋心说,庞德这家伙要干什么呀? 他今儿真把关羽给剩了,明明一剑,剑中了关羽长。 他要把这头弓抢去,那还了得。 他吩咐,快,明金收兵。 突然罗生一响,咔嚓一下,庞德白马勒住了。 哎呀,他连急带气,差点吐了血啊,怎么这时候又响罗,我告诉不让带罗,你告诉好使吗? 这庞德万万没想到,他是先锋,那主帅于晋居然扯他的肘。 最可怕就是这合理合法的扯肘啊。 于晋这人这私心可太重了。 你不想想,你对得起魏王曹操吗? 曹操指名点将派你来的,领西路大军,你是主帅。 就因为于晋怕庞德立功,比自己强,他记恨,嫉妒人家庞德。 在关键时刻,粘巴筋的,他给庞德来了个扫堂腿。 于晋这人物,虽然是极少数啊,可是什么时候还都有。 把庞德急得呀,在邓中跺脚啊,这怎么办呢? 哎,庞德把心一横啊,今天文令散君归,也先取云场。